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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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問耶律公子 寧尊於蒙古為相 如今看蒙不兩難 耶律公子身份尷尬 你可不出任於本邦幫主 何師我 先父當年 不能被蒙古太后下毒害死 在下跟蒙古暴君 實在不共大天之仇 這只不過是你偏偏支持的 豈有此理 何師我 你一再出驟鳳 你究竟居心何在 看來有人沒做成幫主 以為幫主夫人 已經急不及待 要向大家顯露威風似的 你... 好, 這件事姑且作罷 但是何某 再想問耶律兄一句 本邦已故老幫主 大仇未報 失落打狗棒也未沉悶 而耶律兄在這兒 出任本邦幫主 會不會難以奉通呢 你有本事就上台打敗齊江 我會在這兒吃口事之爭 誰武功高強的 就可以接任蓋幫幫主之為 假如霍刀這個狗賊來 爺律兄弟被打敗的 豈不是我們奉他為幫主 你姐姐胡說八道 齊江, 你這次一定好好教訓這個狂妄之徒 好, 幫中之事 只有幫助許約會 即使是幫助夫人 亦無權過敏 何況耶律兄還未做成幫主 還才接任了耶律夫人 你不可以胡亂干預幫中之事 耶律兄, 你說是嗎 你說得很對 只不過無論是哪位 如果他不能夠記壓群雄的 也不能夠做到我們丐幫幫主 更往日後 為老幫主報仇雪恨 王幫主乾爲公正而滅, 毫不信私 好, 就等在下 先定教爺來公子的武功 然後再為老幫主報仇雪恨 在下財甦學淺 請學兄多多指教 奇怪了, 何思愛一向在幫中直接言辯 但是想不到他的武功如此理 靖哥, 你看不看得出他的武功施成於何派 是 他似乎有心隱藏他的武功家屬 經常有個別人 不過你放心, 得出閒招 齊一定也不必洗漱 演眼法 齊哥 齊哥 齊哥, 怎麼樣 沒事 他是個卑鄙小人 竟然用鬼計偷襲齊哥 齊哥, 你也想去跟他打歌 芙兒, 別再胡亂 各位, 在下剛才囂張四個爺樂兄 但是絕對不敢跟幫主之魂 在下有把人襲襲打狗棒 殺死薄刀的狗賊 廢老幫助報仇雪恨 到時再由大家來個攻拳 神嬌弟俠, 祝學郭月姑娘幫神 送上第三份禮物 這是甚麼?會動的? 大二媽 你是這個亡恩負義的卑鄙小人 我跟你幫忙 蓉兒, 為甚麼? 看來他們兩個好像相識一樣 我們定觀條件 四一師太太 大哥哥送給我的禮物 一份比一份古怪 究竟… 郭兒姑娘, 慢慢看下去 好事就是 郭大俠郭夫人 你們猜這是甚麼來的 打狗棒 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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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嬌大俠有名 我們現在將打狗棒交還開放 謝謝幾位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Shit 你剛才一定是用這個火箭打傷我的 他不是何師王 不錯, 他只是帶一個人體面具才對 那到底他是誰? 芙兒, 這個人你也認識的 我也認識 你忘記了 當年在龜魂莊英雄大會之上 我是被哪個卑鄙小人 用奸計暗算所傷 霍刀, 是的 當年他所用的是紫線 如今用的就是鐵線 原來何思惡 就是霍刀所假扮的 那倒是, 如果大耳巴和霍刀是先弟 為甚麼他們... 靖哥, 你有所不知的 當年從陽宮大仙 霍刀這個狗賊 竟然不管他師父金融法王的安危 棄屍逃亡 所以大耳巴見到他 仇人見面, 憤我眼紅 很明顯這個狗賊 為了逃避仇家追殺 於是混入丐邦 靜候機會, 圖謀不果 就是他殺死老幫主 搶走打狗棒的 難怪最先發現 老幫主的屍體的就是他 到他用何思惡的名字 成為丐邦幫主之後 他大耳可以隨便殺個人 當作霍刀 然後再拿一支打狗棒出來邀功 試問哪個人會懷疑他呢 他這種如意仙盤 都算有什麼周到的 幸好被過兒識穿霍刀 狗賊的陰謀 要不然, 習不堪設賞 大哥哥一定見到 我在破廟擺盡老有腳 知道我們是好朋友 所以就跟我抱手 大哥哥對我實在太好了 師父, 弟子終於幫你老人家 清理了門 神雕大俠有命 要你速速關門西藏 此生不得再踏足終於會步 你放心, 我大耳百言出必行 神雕大俠助我解決了這個判徒 我也會遵守我的諾言 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你沒事 蓉兒 蓉兒, 剛才用飛石救芙兒那個 究竟是... 是彈指神通 爹, 爹是不是你 爹, 真是你 蓉兒擺盡惡了 行了… 蓉兒, 多謝外公救命之恩 是呀, 救人的不只我一個 楊兄弟, 你既然來了 為甚麼還不現身跟大家見面 哥哥 哥哥 爹哥哥, 你真的來了 拜見王賭主 郭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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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來無養 過兒, 見你真好 過兒 爹, 你甚麼時候跟過兒 躲在旗桿上面 蓉兒, 你誤會了 日前爹在洞庭湖上雨 偶然聽到一群極少在江湖上露面的奇人異事 他們說應神雕大俠之命 來襄陽城圖謀大事 爹擔心他們會對你們不利 所以就趕過來看看 誰知道那位神雕大俠 竟然就是楊兄弟你 早知如此, 老夫就不用操心了 芙兒, 你還不趕過去 多謝過兒 外公, 多謝你剛才出手 救了芙兒一命 楊兄弟, 多謝你對內子相救之恩 有王賭主的彈指神通 在下恐怕都是多此一舉 郭妹妹 是嗎 你就是我那位外孫女婿嗎 夜律齊, 求見學長公 果然是一表人才 芙兒, 破路, 還不向外公請安 芙兒 破路, 向外公請安 乖, 乖 芙兒, 你好像是你外婆 我認為她像外公你就是真的 這對人都叫她小冬邪 我?那我這個老冬邪 是不是後繼有人 過兒, 你先後折殺蒙古先鋒 及消費達子的良壯 郭伯伯代表雙榮百姓, 多謝你 郭伯伯, 你言重 其實這些只是小侄 送給小芙兒的小生辰賀禮 大哥哥, 以你廢神 替我預備幾份大禮 我真是感激不盡了 對了, 過兒 你怎麼知道 何師我是霍刀這個狗賊假扮的 這件事說起來真是時候醜巧 小澤在十幾年前 曾經目睹何師我被霍刀奸計所學 死在慈恩大師的手下 一遍, 忽然見到此人 在襄陽城出現 所以心裡起營, 跟蹤之下 竟然發覺原來全都是霍刀的陰謀詭計 那當日在破廟出手救我 也是大哥哥你了 不錯, 只不過當時 我有要事在身 所以不便現身相見 愛兒 你不但為了傷人立下大功 而且還揭破霍刀這個奸賊的詭計 令到老幫主大仇得報 相信新任幫主的位非理莫屬 我夫大人說得對 楊兄弟, 正所以當仁不讓 丐幫幫主這個位非理莫屬 在下一向閒文夜學 逍遙自在乖 要我出任如子要職 實在不適合 其實耶律兄弟文武存在 早在比武大會上已經技壓群人 由你出任丐幫幫主之為 實在是上上之雪 既然如此, 我們也不便勉強 齊兒, 新任的丐幫幫主 就由你來接任吧 是 不知道幫中的兄弟 贊不贊成呢 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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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 今晚你留在這兒 郭伯伯要替你秉足夜談 好好睡覺 是呀, 大哥哥 我也有很多事情想跟你說 真是不好意思 小澤有事在身 實在不便久留 在此, 先向各位告辭 等我跟龍兒相聚之後 小澤一定會到郭伯伯府上作陷 請 神經病 神經病 龍兒, 我也走了 爹, 我們這麼難得才見面 你這麼快就要走 傻丫頭, 你還不知道是個皮姓嗎 越是人多越熱鬧的地方 爹是越不自在 楊兄弟, 你等我吧 我跟你喝杯水走 爹, 女兒有話跟你說的 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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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世上根本沒有 南海神尼這個人 或許是老夫孤陋寡聞 老夫從來沒聽過 南海神尼這個名字 這位前輩 也從來沒有指點過老夫 為甚麼, 為甚麼郭伯母要騙我 楊兄弟, 你沒事吧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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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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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楓陵道口 失蹤了一天一夜 就是跟蓋兒在一起 而且還經歷了這麼多事 娘, 如果你不說 我也不知道楊大哥以往 跟我們國家有這麼多恩怨 而他的手是被大姐斬斷了的 所以你難怪娘一直懷疑過兒 對你心懷不軌 那現在你知道不是吧 說得誠信之仁 娘也是永遠比不上你爹 其實楊大哥根本沒有 放以前的事在心裡 就算他有一點介懷 只要遲些 他跟他為夫人團聚 一切恩怨 自不嫌一不歐少 娘現在擔心 會引起另外一次誤會 為甚麼 當日在斷牆崖 我看見過兒 悲虎失落的樣子 我擔心她看不開 會做出傻事 所以聶做了南海盛利這件事 你暫時騙著她 要不然龍姑娘一直不在她身邊 十六年這麼長 你叫過兒怎麼熬得住 楊大嫂在十六年前她已經... 這層娘就不清楚 可是龍姑娘既然能夠留下那幾個字 說不定她尚在人間 而且我知道 古武派的武學一向非比尋常 說不定有些內功心法 可以解得到龍姑娘的劇讀也不定 但是如果楊大嫂有甚麼不測 那楊大哥等了十六年 到頭來知道是一場空 那她豈不是會... 娘一直擔心就是這件事 過兒生性剛烈 她真的甚麼事都敢做出來 襄兒 如果龍姑娘不在人世 你以後也不准見你的楊大哥知道嗎 為甚麼 過兒之所以跟龍姑娘天各一方 完全是扶椅一手造成 如果她知道娘騙了她十六年 身受舊恨加起來 我真的難以想像 過兒會做出甚麼事 不行, 娘 如果楊大哥見不回楊大嫂 她會很傷心難過 我們應該好好安慰她才是 可是過兒生性歪悲 大情大性 普天之下除了龍姑娘之外 根本沒有人可以圈得到她了 娘, 你說梁大哥傷心未上來 她會不會自盡呢 其他人我都可以猜到她們的心思 可是過兒從小到大 我沒辦法猜得透她心裡想些甚麼 總之我不讓你見到她 除非他們夫妻團聚 那就另作別論 可是娘... 你不用再說了 我已經決定了 總之將來 你自然知道娘是有苦衷的 大哥哥性格這麼執著 萬一他真的一時想不開自尋短見 那... 那豈不是... 無論如何, 我要找到她才能 你二姐不見了 是啊, 是剛才找二姐的時候 她只剩下這封信而已 父母親大人之間 楊大哥曾經與我承諾, 許我願望 今女兒以刺相救 請楊大哥斷絕折盡之念 楊大哥乃豪客忠人 守信仲義, 言出必行 事成之後, 女兒跡歸, 物念, 襄兒叩拜 娘, 襄兒為甚麼她會... 這個襄兒實在太天真了 我都跟她說過了 天下間除了小龍女之外 沒人能勸她聽的了 楊大哥, 這件事究竟怎麼樣 雖然說過兒有自盡之念 究竟發生甚麼事 總之就一而彈盡了 過兒小姐, 上茶這邊 謝謝... 真是不好意思, 小二哥 我一時之間忘記大人倆在身 不如我下次再來吧 不用了, 葛二小姐 區幾杯茶幾個包算甚麼 如果襄陽城不只有你爹在郭大俠 我們已經是亡國奴了 還可以這麼笨蛋在這裡做生意嗎 今天難得葛二小姐來到這裡 是我們的榮幸 那我不客氣了 慢用... 糟了, 南下或北上才對 姑娘, 你是不是迷路了 謝謝大師關心 我在找一位朋友 但又不知道他去了哪個方向 所以一時之間猶而不決 你這位朋友的相貌是怎麼樣的 你不妨告訴我 或者老衲在途中遇見過 可以指點你一意也不定 是啊, 我這位朋友很容易認的 他斷了一隻左手 還很可能有一隻大雕跟著他身邊 大師,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莫非姑娘所指的是楊過, 楊施主 你認識我楊大哥嗎 楊施主是老衲的亡年之教 我們認識的時候 恐怕小姑娘還沒出生 太好了, 大師請問 你知不知道我楊大哥去了哪兒 姑娘, 請問你高姓大名 楊施主又是你貴親呢 我姓哥和楊大哥是... 是世交來的 對了, 大師, 我怎麼稱呼你 老衲法號, 豬木浪馬 豬有馬這麼有趣 豬木浪馬大師, 有禮 對了, 郭姑娘 你是不是從雙人城出來的 我...我... 是這樣的 老衲有一位芳外之教 已經沒見過十幾年了 最近聽聞他已經去世了 所以我立刻趕來雙人城 想見到最後一面而已 那問大師 你有沒有朋友姓實名遂 我這位姑娘名滿天下 跟郭姑娘一樣, 姓郭, 單名一個正義 敢問郭姑娘 你認不認識他 大師, 你被人騙了 郭大俠他龍精苦慢 根本連病痛都沒有 郭姑娘, 你無所謂安慰老衲 我說真的 我昨天才見過郭大俠 郭姑娘, 你太過大言不慚 郭大俠是何許人也 縱然今天他還沒死 她怎麼這麼輕易見到這個小姑娘 那我是郭大俠的女兒 當然可以天天見到她 據老闆所知 郭大俠的女兒現今三十出頭 可是姑娘, 你... 你剛才說的是我大姐 叫郭父, 我是郭襄, 郭大俠的兒女 原來是郭兒姑娘 請代老衲 問候令尊、郭大俠 跟令堂、王幫助 那我無需要再入城了, 請 大師 你還沒告訴我 我楊大哥究竟在哪兒 昨晚我跟楊師主秉足談心 照我看她今天還要留在 南陽爾北的一個山谷中連劍 郭兒姑娘, 你可是可以前往那兒找她的 南陽爾北有這麼多谷 我怎麼找呢 那好吧, 反正老衲也要北上 我就順道帶你去楊師主 好, 麻煩你大師 對了, 郭姑娘 你這麼心急找楊師主 莫非有甚麼急事 長叔伯伯, 長叔伯伯 郭姑娘, 甚麼是你 這麼紅髮王 真是人生何處不相見 郭兒姑娘, 這個不是好人 長叔伯伯, 你誤會了 這個是朱木朗馬大師 他是我爹和娘的朋友 他以光光帶我去見立神雕大俠 神雕大俠已經南下了 他帶著郭月姑娘向北走 分明有古怪 他不是金輪法王, 是誰 長叔老鬼, 是你自己多管閒事 有鬼老老, 守下無情 他們還用射射射 CE 你怎麼那麼 petit 由虎伯伯克 你把我殺了, 你把我殺了 把我殺了, 臭皇上, 我和我殺 你罵了沒有? 罵了, 跟老蠟走 你叫我死在這兒就行 叫我走, 很難 臭丫頭, 還這麼嘴硬? 別逼老蠟出手 我爹當年就死在這兒 如果我爹當年不是死在這兒 我就不會出世到現在 也沒機會見他在面上 我爹就是枉死在這個壇前 竟然見死不久 今天香火無雞 我算是應有此報 你三隻雙手, 馬上給我出來 你們以為不出色 我柯鎮惡就找你們不到嗎 你們逃出我五指山的 你這個臭丫頭 我們已經不理江湖恩怨了 你還趕盡殺絕 你沒人性 我柯鎮惡 向來疾光如十 江湖上人盡皆知 今天你們三隻畜生碰到我 都算你們大不幸了 出來, 出來 出來,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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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闖進來 還想殺我們?很難 還想殺我嗎?你殺就殺 在我死之前 我只想求你幫我做一件事 你求甚麼? 我徒弟郭靖的小女 被金輪八王抓了 我徒弟郭靖, 我想求你們 在我死就知道 趕去襄藥 向我徒兒郭靖報信 你這個死盲鬼 簡直是癡人說夢 叫我們去報信 就是想我們去自投羅網 我們又沒有你這麼笨 師兄, 那又不是這麼說 救人如救火嘛 去襄藥一次而已, 成全他 是報信 誰去?你去? 你閉嘴 你閉嘴 死盲鬼, 聽到沒有? 想當年郭靖和黃蓉 在這裡害死楊康 現在天理循環 活該死, 死盲鬼 屁 你當時我一生光明磊落 所作所為無愧於天地 你竟然將一個 賣國求的卑鄙小子 替我相比黑邪 是 賣國求的卑鄙小人 放屁 你為甚麼要打毀我父親 你是誰 我就是楊哥 是你? 父親已經死了那麼久 你為甚麼還要打毀他 我沒有打毀他 真是可笑 古王金龍 有人流芳百世 亦有人懷疑秋萬年 你怎麼染得住世人 猶猶中後惡 混帳 你…你站在這裡 這件事不說清楚 沒人可以離開這裡 你說 到底我父親怎麼卑鄙 認賊作父 無惡不助 賣國求榮 你說 那算不算卑鄙, 你說 你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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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不是這種人 我沒有胡說 你胡說 想當 你爹楊鶴 又叫做玄顏鶴 是大金國的小王爺 楊鑽處人 身叫玉骨 楊鶴 楊鶴為了殺人滅頭 就出手偷襲蓉兒 終於自食奇谷 反而遇中了蓉兒所穿的 軟衛甲上面的蛇毒 那些蛇毒 就是你這個 所謂義父歐陽鋒留下的 是 當年的情節 你們三個都在場了 你們說 你們說 究竟他說的話是不是真的 是呀是, 真的是真的 不過你爹很麗言下事 對我們很好 是呀 是呀 一表人才, 風流踢堂 是呀 為甚麼 為甚麼我爹是一個 這麼卑鄙小人 楊過 事實擺在眼前 你要殺我的 儘管殺 剛才過兒多多得罪 希望你千萬不要見過 過兒真的想不到 原來我爹是那樣的人 你也很難怪 我聽說你雙羊立下了大局 當年你爹 忠然是千般不是 你身為人子 都可算是他長的 楊大俠, 我們三個當年 畢竟都替過你爹的效力 你奶念這一點情 放過我們三個吧 是呀, 放過我們吧 不如這樣吧 我給了解藥 你就這樣放過我們 柯大俠 柯公公, 你如何 算了 只要你們三個以後 不要作惡多端 以前的事 就算發了一場惡 是, 一定 一定 走 是, 多謝大俠 多謝 柯公, 吃他的家藥事 過兒 今後我們有什麼打算 打算 打算 我...當年我爹命喪於慈, 不知道他... 我知道, 廟後有個石碑 那是當年全真教丘道長 為你爹而立的 我帶你, 我帶你去拜祭下 去, 去 去 我中環江湖十幾年 恐怕明圖再響 也難保家父 當年所犯的過錯 過兒, 你今天種種的煩農 故意都是因為你爹所知 但是如果沒有了他 你也不能生存這個世上 只要以後你多行一事 看你爹的廣跡功德 相信他全下有知 亦可以明白了 是呀, 柯公公 剛才我聽你提到 說少商業被金輪法王抓了他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此事千真萬確 我在路上親耳聽到 幾個蒙古達子提琴 所以我打算趕去襄陽通風報信 是啊, 我在途中 遇見到程英 和陸無雙兩個姑娘 他們知道之後 都答應幫忙 去尋找商業的下落 說起來, 我也有十幾年 沒見過這兩位姨妹 柯公公, 可惜的 就是我要義士在身 不能夠陪你趕赴襄陽 不過你放心 如果途中遇有蒙古軍營的話 一定會代為打探 過兒, 你肯幫忙, 最好不過 柯公公 有件事我想你代為辦理 甚麼事 就是我想為先父 立一個墓碑 上面寫著 先父楊康之墓 夏寬寫著 不超至楊康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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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好 你的確一點也不像 你當年的父親 而且你所作所為 勝過他千百倍 好, 好 這件事你就交給我 你大可以放心 老和尚 老公 我叫你呀, 你聾了嗎 你肯跟老衲說話嗎 我問你呀 你到底想帶我去哪兒 我身為大蒙古各國事 當然帶你回蒙古 見我們大汗 我明白了 你想用我來逼我爹投降 你做夢呀 郭靖一向重情義 他絕不知他女兒 生死之不顧的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 你就會親自找我爹 單打獨鬥 做這些下流所為的事 算甚麼英雄好漢呢 老衲的龍象般若功 到達第三層的經界 你爹的航龍十八掌雖然厲害 但是絕非老衲的對手 我說你簡直在這兒做夢 老和尚 我看你成六七十歲人 你的武功再高 但是百年之後 你甚麼蛇鼠一魔功 我看怕都煙燒雲散了 怎麼樣?沒有聲音嗎? 讓我講中你的心事吧 想不到我金龍佛 英雄一世 所收的那兩個徒弟 達爾巴 雖然誠實順薄 但是資質平衡 霍到天之高就夠高 但是偏偏身性良薄 莫非我這一生無功 則效計無人 老和尚 我是不是說錯話了 對不起, 老和尚 我只是胡說八道而已 你的武功高強 只要你出一聲 很多人會拜你為師 你不用擔心 你說得沒錯, 我的武功再高 假若無存人 也是枉然的 你沒事吧?你再喝會醉的 老和尚不會這麼容易醉的 你小管閒事 老和尚, 你怎麼樣? 你自己喝醉的 你別說我成人之危 非君子所謂 你以惡和尚這麼壞 想抓我來要脅我爹 我今天就送你上西天了 成人之危 非君子所謂 這次算你幸運 老和尚 老和尚, 我今天饒你一命 之後你要改過自身 別攬殺無辜 老和尚 你老和尚聰明伶俐 得過可造之才 老婆 老婆 說了十萬 不可能那個錯和想追到我過 心虐是習慣是時間是白髮也叫你我炸驚炸氣 原住要為夢知己 竟我相開生與死 我一世內吻起 天高風急雙雙遠飛 天高登